這是最近海的其中一個項目 這麼寬闊的客廳 就是用來做家庭景園 這裡正正看到出去 入住率已經到達了七成以上 真是深圳的幾分之一價錢 看看哪個區 博士AI智慧選樓功能 由我為你選擇深水靚樓 無論買樓、推薦朋友或參加活動 即時儲積分、換獎品 真是這麼有優勢 有現在就有安樂的家 各位觀眾大家看到的東西 就是到時候你收樓時的電梯空間 每一層的電梯空間 首先電梯這裡 都是用日立的電梯 另外整個樓層非常之光亮 因為燈帶、吊燈很多盞 非常之光亮 不會像黑紋蚊一樣 另外走火通道 全部都做了鋁合金 所以很高級看下去 而且看到長磚都做得很漂亮 然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164瓶 也是均價19000元一方 進來這裡 它的裝甲門是大了 因為做了一個子母門 雙開的 所以進來 大傢伙放進來很方便 然後懸關位置都比較長一點 懸關旁邊就是一間書房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書房呢 因為它已經預設了 一開始下面 就有兩個插數位了 其實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第一我想到的就是麻雀桌 用來放 第二就是現在很多朝鮮人喝茶的桌子 其實下面是電製的 因為有些鋁水系統之類的東西 也需要插電製的那些桌子 也可以放在這裡 用來接待客人 在這裡寫毛筆字 又或者是聊生意 這裡都是做書房 挺好的 出來之後就是我最喜歡的戶型格局 南不對樓 因為這邊是東南向 那邊是北向 所以一開窗 那些海風吹過來 整個戶型就很通風很舒服了 另外電視那些 我就建議放在這一邊 就可以這邊放梳化 又可以看海景 又可以看電視 這麼闊的客廳 用來做家庭影院 很捨義的生活 加樓邊上我也不詳細說了 因為和旁邊的戶型一樣是這麼高的交流標準 推開這個隔隱門之後 出來先講講缺點 因為這個戶型的陽台 是會比前面115方的遮蓋了一點 大概真的遮三分之一 所以我要走到中間偏後面的這段 才會看到海景 所以為什麼這個戶型這麼好用 還在賣19000元一方 是有原因的 我們現在走到飯廳看看 這個飯廳真是肩闊落 你看這個圈圈 你真是放白人桌都是沒問題的 這個空間非常充足 我們先看了一個生活露台 開出來這裡就可以拿來浪衫洗衣服 還有是看圓景 我們很多香港客戶都很喜歡內圓的 看泳池的 這裡就正正看到出去 透過這個露台 我們就可以看到小區陸化了 前面有1 2 3 4 5 6 有6棟樓已經是交了樓 最遠的2棟是他們第一次推售的 最前面的2棟先的 入住率已經去到7成左右 然後在後面兩排這4棟 大概是入住了交流樓一年左右 因為它是無批交流的 現在入住率大概有4成左右 其實這個小區已經是很成熟的小區 所以現在先看看視頻後 拍一下裡面的草地 那些綠化 其實真的做得很好 你看看這些地方 做得很漂亮 很乾淨 圓林 油泳池又漂亮 大家猜一下 這個管理費是多少 我相信我講完出來 大家都會很驚訝 過4 還是過半 差不多 1.5元左右 可以做到這麼高質素的小區保養 但收這個價錢的管理費 過半一方 真的非常划算 進來廚房看 空間跟115方的差不多 大了一點 但是 交流標準這裡有個雙門的雪櫃 裡面是沒東西吃的 也是很經典的設計 我很喜歡這些戶型 因為這樣是動靜分區 前面客廳、飯廳這些活動區 裡面是睡眠區 好好地分開 我喜歡介紹這些戶型 我們先看看 我就不進去了 因為簡單介紹這些都是 但是這裡就是客廁的位置 非常之闊落 這裡是 這裡是五房的戶型 第一間房就是玄關位旁邊的那間 之後後面這裡 1、2、3、4 就是剩下那四間房 我先進去這間房 這間房非常開陽的 因為這間房是朝西邊的 所以下午的時候 陽光就會透進來了 因為前面的房子 已經遮蓋著陽光了 所以其實這間房就不曬 就看著很漂亮的內圓景 這裡 這間房大概有七個方 我目測是七個方 正常的一個用來做兒童房 沒問題的 第二間房就是海景房 這裡是床頭位置 同樣的插鬚多到數不完 到時候滿足你想放入室內的空氣淨發器 都沒問題的 因為太多插鬚了 推開這個房門 出去就是露台位置 同樣可以看到超美的海景 這間房 這間房是大一點的 大概11個方 這個背景場都是家樓標準 這間房比較適合老人家去居住 因為可以早上起床 開個窗出去 灑一下太極 真是挺不錯的生活 進來這間房 第三間客房 這裡大概有八個方 這間房是很方正很實用的 同樣也是可以看到海景 因為這個窗 雖然這個方向不是東南鄉 但是因為側側地身 側側地看海景 側側地看海景 最後的主人房 當然是最棒的 第一時間不用想 我還是過來看海景 看看 這是一望無際的海景 這裡是七樓 我想到20多30樓高層 看出去是多麼寥闊的海景 這間主人房真的很大 大概有20個方 連洗手間有20個方 我們走過去看 這個位置很方正 非常方正 很好擺東西 背景牆都是家路標準 做好給你的 我們這邊出去 其實這個位置 你可以用來做一個衣櫃 這個位置做一個衣櫃 然後這邊 進來 在洗手間 在洗手間 這邊 有一個小提示 窗台是可以打走的 這個窗台是可以打走的 到時候 你可以用來做浴缸 也可以 這裡 企缸位置 正常尺寸 企缸位置 因為這裡是160多方 這個洗手間 當然是大 所以 這裡是很闊落的 空間 然後我們看看洗手池的位置 都是大壺形的通病 我之前說過 碧桂園 為什麼主人房 不做兩個洗手池 這裡 設計師都是犯了同樣的錯誤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些壺形太大 他們累了 很隨便 這裡 我真的要批評 為什麼要做一個這麼小的洗手池 不是做兩個升盤 這麼大的位置 我就覺得有點浪費 不過裡面這裡 這些鏡櫃 這些鏡櫃 兩邊都可以開 照鏡的需要完全不滿足我 但是這個位置 是很浪費的 少少美中不足的地方 最後再說一次 這裡的均價 都是19000元一方 這個壺形是164方 你164乘19000元 就是大概的總價 如果你覺得這個壺形有點大 其實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旁邊 有150方 150方 其實是比例上縮小的 沒有太大差異 那麼所有的壺形 加樓標準 都跟我們剛剛看過 115方的加樓標準 是一模一樣的 那些裝修標準 那麼其實 都 我個人覺得 我挺喜歡這裡 因為始終 一下去就是海濱公園 真的非常之舒服 而且已經有人入住了 其實那個人氣 都挺好的 不會說太多人 但是呢 又有些人氣 住起來就很舒服 因為有人氣的地方 那些商業配套才會好 所以你到樓下的小區的商店 是全開的 你會有些便利店 有些好像前大媽那些 方便你日常買菜 有些小超市 那麼住起來呢 又有環境 又方便 我覺得是真的挺好的 如果想得到大灣區超抵損本 獨家優為價 和想了解灣區生活的一手資訊 點擊訂閱我們 V加物業聯展中心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身邊就會收到通知啦 看完樣板房 我們現在來到區位圖這裡 看看它的交通和它的生活配套 那我們先看看區位圖這裡 它這裡其實備案名叫雲海南灣 但它對外宣傳名叫海景城 整個項目就位於大瓦灣澳頭這邊 而且是最近海的其中一個項目 因為一出門口80米就是這個賓海公園 那麼我們這個項目 來這個惠州南站都不是很遠 大概是20分鐘車程度 可以在這個項目這裡 搭的的去惠州南站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始終呢 大瓦灣澳頭這個地方 都是發展了比較一段時間的了 那麼這裡的配套都是比較成熟的 所以交通是便利的 那麼惠州南站大概 每日都會有大概幾十班車的 那麼大概可以15到20分鐘一班車 就可以從我們香港西九龍 過來惠州南站的了 那麼相比其他大灣區城市 其實它的交通呢 是會更加方便一點的 因為高鐵的班次很頻密 那麼另外呢 我們有一條叫衛深圍沿海高速 那麼如果是在深圳的龍江區那邊 過到來的話呢 就大概是一個小時車 那麼就已經可以來到項目這裡了 那麼如果你是住在羅湖或者福田呢 就大概是一個半小時車到呢 就可以從深圳這兩個地方來到項目了 那麼所以呢 大鴨灣的樓盤呢 其實都是很深受香港人和深圳人的歡迎的 那麼另外呢 惠州政府其實都規劃了一條航線呢 是去到香港的海港城那個碼頭那裡的 那麼也都會翌日有船去到深圳的舍口港 那麼所以其實住在這個項目呢 到時就可以實現一個小時搭船 那麼就過來惠州這邊的了 其實也是非常之方便 對我們香港的客戶來說呢 也是極大的便利來的 那麼既然澳頭已經是一個發展了那麼久的地方 那麼究竟這個項目附近呢 是有些什麼的生活配套呢 那首先講一下五分鐘內的車程 首先會有華益晚家超市 旭爾馬超市 澳頭第一小學 澳頭實現學校 以及大雅灣第一中學 大雅灣第一中學呢 一定要講一講 因為它在廣東省裡面的學校排名呢 它都是排得很明顯前茅的 也都是呢 偉州市裡面呢 數一數二的美學校來的 那麼另外啦 除了這些生活的配套之外 那麼周邊也都很多飯店啊 海鮮市場啊 那麼好像我們香港人很喜歡吃海鮮的嘛 那麼可以到時來到海鮮市場那裡 買到一些便宜的海鮮 那麼拿去加工就可以 買回來家裡自己煮來吃 招呼親朋戚友也行 那麼另外啦 也都會有呢 海濱公園的 由於這個海濱公園 未完全開發了的 那麼它分兩期開發啦 那麼所以到時候呢 沿著整條海濱公園走呢 晚上去散步就很舒服了 當它整好之後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呢 是一個海濱斬道來的 那麼它就是呢 叫做大雅灣六道啦 它是一個呢 沿海的單車徑來的 那麼到時就可以實現回呢 在深圳那裡一路沿著海邊 在鹽田那邊踩單車過來了 那麼可以沿途很漂亮 看到大小梅沙啦 那麼再過到來呢 大雅灣這邊的海景啦 那麼其實很舒暢 夏天踩單車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麼另外衛州這邊呢 還有很多海上資源的嘛 那麼其實在這個項目那裡呢 是有個碼頭的 那麼剛剛我們進來項目拍攝之前呢 都有很多阿姨就問 靚仔要不要上來呢 出海去拍一下靚相啊 那麼很多人叫我們呢 幾十元一次去拍一下相啊 那麼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呢大雅灣這邊呢 海島資源很豐富的 那麼到時可以在碼頭那裡呢 坐船出去呢 去登陸不同的島嶼 去裡面露營就可以 去上面玩一下水啊 沙灘遊一下水啊 那樣呢 去觀一下光都可以的 那麼其實真的呢 好多東西玩在這邊 那麼說了些呢 五分鐘內的路程了 那麼說遠一點點 十五分鐘內的路程有些什麼呢 那麼包括了 有釜頭山公園啦 有紅樹林公園 就是我上次去的那個呢 泰東紅樹灣那個項目的了 那裡了 就是紅樹灣公園了 那麼另外也都有體育中心 那麼也都有些呢 有些警局啊 還有呢 國土資源的那些政府部門啊 都在十五分鐘範圍裡面的 那麼另外呢 還有一些醫療資源啦 就好像叫做中大惠亞醫院啦 這間是一間三格醫院來的 那麼也都在十五分鐘車程裡面的 那麼所以其實呢 住在澳頭這個地方呢 那麼交通是非常之便利的 那麼區域圖呢 說得差不多了 我們看看沙盤 這個樓盤的縮小板 究竟整個規模是怎樣的 我們看看了 那麼我們看看整個沙盤了 那麼總共呢有十二棟的 其中呢 四棟和十二棟呢 是用來做了商業的了 所以呢 它是劃分了小區範圍以外的 隔了一條馬路仔的 那麼這個四棟呢 就被維亞納酒店租了出來 做整棟都做酒店用途了 另外呢 十二棟呢 就是用來到時到日做辦公寫字樓的 那麼我們看看 整個小區裡面呢 就總共呢 是有八 總共有十棟樓的 那麼其中呢 一到八棟呢 就已經是賣光了 那麼 分了不同其數入伙 其中一二棟呢 是最早入伙的一二棟 那麼 入住率已經到達了七成以上的了 那麼另外呢 剩下的五六七八 這四棟呢 就最近才入伙的 那麼而且就是無批膠樓 那麼現在大概的入住率呢 就去到四成左右 那麼大家我們看看吧 雖然呢 這個小區呢 不是說一個很大的小區啦 但是呢 它的綠化率呢 做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 那麼所以你會見到這個模型那裡 種了很多不同的花花草草的 那麼 真實進去那個小區裡面 我們通過航拍飛過來看 你會見到呢 種滿很多花花草草 樹木這樣的 所以呢 在這個小區裡面 散步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麼另外呢 中間呢 小區中間還有一個大泳池啦 那麼 那麼到下午的時間呢 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很多大人小朋友呢 就在裡面游泳的啦 那麼另外呢 整個樓盤呢 都要保障回住戶的居住安全啦 所以你會見到呢 它預留了很多消防車出入口 那麼的 還有一些地下疏散通道啊 消防登高地啊 那麼去保障回住在這裡的 業主的安全問題啦 那全個屋院呢 還有兩個呢 地下停車場的入口的 那麼整個小區呢 都做了一個人車分流的設計的啦 那麼另外每層樓呢 都有一個一樓那裡 就是入戶大堂啦 大概都有六米的樓高的 那麼每一棟的下面呢 都有不同的功能的 有些呢 就做了小區活動室啦 有些就會放下一些健身器材 這樣呢 給我們的住戶去使用的啦 整個小區呢 就有兩個門口的 是給人走的 那麼分別是北門啦 和南門 那麼現在我們在售的十棟呢 那麼我們轉回來啦 這邊呢 就是其中一個門 南門啦 那麼也是我們在售的動數 十棟旁邊 那麼十棟旁邊的南門啦 那麼前面這裡呢 非本項目用地呢 其實就是那個海濱公園啦 因為這裡呢 海景城啦 顧名思義啦 它就是一線海景樓來的 那麼所以呢 那麼你會看到十棟這裡呢 其實是東南朝向 戶戶都會看到海的 那麼看出來就是海濱公園 還有海邊啦 那麼另外啦 十棟樓下呢 其實就是商鋪來的 那麼到時下面呢 亦都是規劃上 會有些超市啊 那麼還有呢 會有個小型油證鎖的 那麼到時候呢 收快遞就可以很方便了 那麼說回來 那麼十棟的一單元二單元呢 那些戶型分佈是怎樣呢 首先呢 順時針看 我激光筆指著這裡呢 就是01戶型 旁邊就是02戶型 那麼就是三房的設計啦 那麼另外啦 到這一邊 這個就是150方的03戶型 然後呢 這個中間這個呢 就是165方的04戶型 那十棟的一單元二單元呢 最高的樓層呢 是31樓 而且呢 最高那裡是複式單位來的 那麼 這些特色單位呢 很少的 它最大的賣點呢 就是呢 所有的複式單位的天台 都是自己獨立享用的 就等於呢 是賣一層 就有三層用了 那麼它的均價呢 都是賣一萬九元到兩萬元一方的 那麼樓下那些呢 望海單位呢 那麼也是均價呢 就是一萬七元到一萬九元 那麼看回戶型啊 還有看回大小這樣 那麼就看回封建遊人了 那麼如果呢 如果想便宜靚正一點的話呢 那麼下面都不錯的 因為呢 我們剛剛去的那個樣板房呢 都是七樓的 那麼其實看出來的景觀都開揚的了 已經 那麼低樓層當然是便宜的了 那麼當然我要追求更高的海景品質 那麼當然是越往上是越好的了 那麼當你去到二十幾十十樓呢 看出來的海景是一望無際的那種感覺的 那麼非常之靚的 那麼上面那些呢 就去到要一萬九元一方的 基本上都要 頂樓的複式單位更加不用說 肯定是最貴的 那麼到時看回你們的心頭號 那麼 那麼看看這些預算 就可以選擇不同的樓層了 那麼因為這個呢 是剛剛開售的而已 那麼它貨量都比較多 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話呢 那麼可以撥打我電話 那麼去進行諮詢 那麼這個樓層我覺得都不錯的 因為呢 一落到來呢 那麼有海濱公園 其實呢 在大灣區裡面 那麼成熟的配套 那麼有那麼好的自然環境資源的地方 確實呢 是衛州比較好一點的 那麼而且那個價錢當然吸引 真是深圳的幾分之一的價錢 就是看看哪個區 總之真是便宜深圳的大截 那個生活品質又不錯 那麼就得推介的 好各位觀眾 那麼節目來到這裡呢 都一個尾聲了 那麼我先做一個小總結 那麼我們今天呢 看的這個項目呢 就叫做海景城啦 那麼它的避案名叫雲海南灣的 那麼所有的預售症啊 不理因素呢 其實這個樓盤呢 都已經展示了出來的了 那麼我稍後呢 給大家看一看 那麼我就不詳細說了 大家有興趣呢 我就會呢 根據大家的項目呢 所以呢 送回這些文件給大家的 什麼五證二書 這些全部邪傳的 那麼但是呢 就說回樓盤的特點吧 現在呢 那麼它住起來呢 其實就非常之舒服的 那麼我很喜歡 衛州的樓啦 因為它很多都是近海啦 那麼它的那個氣候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麼吃東西都適合我們廣東人的口味 那麼說回投資那方面 那麼現在呢 國家的政策呢 都是防住不炒 但是呢 記住啊 下面的後半句的啊 是要保持這個房地產市場的穩定 健康的發展 那什麼叫穩定健康發展呢 那就是呢 不可以出現過大的泡沫啦 那麼升幅呢 都不可以說呢 突然間爆升那樣的 也都不會被暴跌的出現的 因為暴升和暴跌 都是一個不健康的存在來的 而且呢 今年呢 2021年 也是在內地的房地產市場裡面 出現了最多次調控的一年 那麼其實呢 國家是真是 好有決心 在這個房地產市場裡面 做一個大整改 大改革 那樣的 為什麼會這麼有決心呢 去做這個大改革呢 因為呢 其他歐美國家 給了一些很好的例子 我們來看 他們是怎樣破產 怎樣搞到有金融風暴的 就好像呢 歐珠四國那個 國家破產 還有呢 2008年 美國的金融風暴 即是席捲全球 搞到呢 很多國家都受牽緣 那麼 到現在呢 我們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確實是有些火熱的 那麼 這裡呢 也是一些泡沫的存在 那麼國家就在這裏想 那不如呢 長痛不如短痛啦 一次過把這些泡沫先去掉 為了的就是呢 實現那個十四五規劃裡面 的房地產市場 是一定要穩定健康地發展下去 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件事 大家一定要買我之前 推介給大家的兩本書 文化點和十四五規劃 你就知道呢 其實國家未以來的 藍圖的方向是怎樣走的了 那為了之後呢 整個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啊 你現在才把那個泡沫先去掉 是的 確實現在那些人民的收入比例呢 和那個房價呢 真的不是那麼匹配的 因為國家都不想呢 我們的房地產市場呢 好像走到好像香港那樣 大家都住不起樓 大家國家是絕對不想這件事發生的 那所以呢 它要穩定房價先 令到大家都可以盡大家的能力 都可以上到樓這樣 上到車啦 那另外呢 所以呢 在這個調控之下呢 惠州也是二手房停胎的 但是這個一定不會是永遠停的 是的 只不過是現在這個調整狀態之下呢 那些政府的行為來的 那到時候呢 整個房地產市場呢 健康之後呢 這件事一定會繼續回來的 二手房的貸款呢 一定會去恢復回來的 是的 因為現在是一個呢 整頓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 其實在惠州啊 未來你的選擇是很多的 因為呢 它的樓價呢 一定是會一段時間都很平穩的 不會說大起大落這樣的 也都不要抱這個很僥倖的心態 我去撿便宜 是的 那我都是奉勸大家一句啦 那便宜東西一定不是最好的東西來的 那好東西一定不會有便宜的 那而我呢 一個人啊 我選擇樓給我的客人呢 我都會選擇那個地段裏面 比較好的樓盤給大家的 又或者是稀缺的資源 因為稀缺的資源呢 到以後 它的升值空間呢 一定是比較大些的 那所以我今天呢 介紹這個海景城呢 就是來到它最後一期的海景樓 一線海景樓介紹給大家 那它33層啦 一梯四壺 其實戶數都不是很多的 那大概都是八兩套 賣光就沒有了 因為呢 它一二期 一二期它已經是賣光的 現在只剩下九棟和十棟呢 是會賣的 那九棟呢 就未拿預售證的 所以就未有得賣 現在十棟是拿了預售證的 那所以呢 它賣十棟呢 它的價錢呢 一定是會比九棟再便宜一點的 因為九棟呢 它最最後一棟了 九十棟賣光就清盤了 那所以我Daniel呢 其實我呢 選擇樓都是自己的標準的 我基本上都是選擇 那個區域裡面呢 是一些質素比較好一點的樓盤 那也是稀缺一點的樓盤 就是一些一線海景資源 一定不是周圍都有的 那所以呢 我建議回呢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話呢 那買十棟一定是便宜過你買九棟的了 那可以呢 到時候諮詢回我吧 那我的電話是呢 如果大家對大灣區樓盤呢 又或者大家對大灣區樓盤呢 想一些更加多的了解呀 又或者去有更加多的資訊想拿到呢 都可以歡迎撥打或者WhatsApp我電話的 那我就呢 我會在第一時間回覆大家 那這個樓盤呢 我很喜歡的 那因為我比較喜歡看海景啦 那還有那個價錢呢 真的對比起深圳的海景樓呢 真的便宜了一大折啊 那這個地方呢 都很受我們香港人 和大陸人的喜愛的 那還有我聽回剛剛樓盤的職員說啦 那都有不少的香港人呢 特意上來隔離 然後呢 就在惠陽那邊隔離 隔離酒店住完之後呢 就過來大灣這邊呢 去看樓的了 那因為呢 他都知道啦 這些海景樓啊 越買一間就少一間了 那所以大家呢 有興趣的話 就撥打我電話吧 那我們今期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啦 拜拜